大家好,我是妙阿屋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2007年的电影 《伊恩斯通之死》有名《猎杀死神》 有些人表面上是个普通纪念 但却不断经历着诡异离奇的事件 故事开始,正在打曲棍球的男主靠着大力出击季 成功的最后一刻进球得分 带着团队扭转乾坤反败为胜 然而残判却判定,进球超时绝杀无效 可男主一抬头,明明看到倒计时被定格在最后两秒 现在作逼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明明还是两秒啊 他找参判理论 但得到的回复却是七分板上的描述错了 现场以他手里的喵表为准 可喵表不一眼是剩下两秒吗 你喵的,带这么睁眼说下话的 而队友们队子居然毫无意义 反而把诉求的原因传挂在男主身上 对他冷眼相待 还有没有天理了 男主别提有多郁闷了 幸好他还有个特别懂得如何安慰人的女友小美 让他很快就忘记了比赛中的种种不愉快 送完女友回家的路上 天空忽然下起来漂泊大雨 男主在行驶到铁毁边时看到前方马路上躺着一个人 他下车查看 发现对方还活着 吓得立马躲回车里想报警 可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在一抬头 地上的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都是什么事啊 刚骂了巨箭鬼 就有个怪物忽然打破了挡风玻璃 把他直接拽出了车子扔到了铁毁上 这时正巧一辆火车粘了过来 下一秒他就从办公室里下心了过来 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一个梦啊 他是个公司小职员 而梦里那特别会安慰人的女友居然只是他的同事而已 临近下班 上次却临时给他布置任务 这就比较恶心了 但能怎么办 只能留下来加班啊 等他干完准备回家 整个大楼里都已经没什么人了 就在他坐电梯时 一个人急忙冲了进来 并且一直声色慌张 等电梯到达一楼时 便赶着投胎似的冲了出去 看得男主是一脸梦穿啊 在他晃悠着走出办公大楼时 只见光缠那个电梯男口堵白沫倒地不起 这下真的是赶着投胎了 周围一圈十九的人中 有个男子似乎正在通过手臂吸取电梯男的能量 还神色淡定的瞥了男主一眼 吓得男主慌忙离开 直到他回到家中也依然心生不念 幸好他有个比梦里的小美更加会安慰人的女友 性感姐 当场就热情的让他把所有的不安 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不历过后还有礼物手 性感姐用自己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个表 可第二天坐公交上班时 男主就发现这表居然已经停了 买的什么破玩意儿 去年买的吧 正在他无比郁闷之际 竟然在车上看到了墓里抱怨他输球的两个驱振球队友 他们到站下车后 还古怪的笑着对他输中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男主立马也下车追了过去 却根本不见人影 这时一个大叔忽然拦住了他 对方不仅知道男主的名字 还威严耸天的说他命不久矣 把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了解破解之法 男主跟着大叔来到了小巷之中 大叔提醒他 你的表已经停了吧 时间一停死神就会出现来追杀你 你现在的人生是从昨天下午你醒来后开始的 而上个人生你是个打驱棍球的 这是死神们为你创造的人生 他们能改变现实操控心智支配你看到的一切 死神存在人间但又身处异次元 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在你面前现身 而你每天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生里被杀 只要你被杀就会进入一段新的人生 死神们之所以追杀你 是为了阻止你想起过去 真是越听越玄乎 原本男主也是半信半疑的 但就在这时 大叔却忽然被一个怪物拖走 不过大叔也是够仗义的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念着男主让他赶紧跑 男主一溜烟地跑到了大马路上 立刻想要报警 然而电话根本没有任何信号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男主吓得连忙跑回了家 但还没来得及把发生的事告诉性感姐 就被性感姐从背后给捅死了 原来性感姐就是追杀她的死神之一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事到如今能怎么办呢 只能下辈子小心点了 镜头一转 男主又从梦中惊醒 这次他成了个出风车司机 刚才的瞌睡 打得他差点就出了车祸 而后面的乘客 居然善解人意的丝毫不介意 仔细一看 这乘客不就是梦中梦里的女友小美吗 男主一时有点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但在他把小美送到目的地 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车上的电子时钟居然不动了 这场景有点眼熟啊 他吓得连忙开车离开 然而半路却看到梦里那个大叔 正站在路边朝他招手 这就有点惊悚了 男主立马超上家伙 追过去想问个清楚 然而大叔却再次提醒他 死神秘已经来了 千万要保护好小美 不然你们的下场会很惨 那么问题来了 小美又究竟是谁 为什么每次男主重生都会遇上小美 男主想要再仔细问问 可大叔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这儿来的是一个 长得像怪物一样的死神 然后男主就又game over了 嗯 这个人生会不会稍微短了一点 紧接着男主再次醒了过来 这次小美成了他的面试官 而强壮的钟很快又停了 窗外一个晃化成人形的死神 已经朝他亮出了镰刀 他下急忙想要逃离追杀 可死神始终如影随形 最后他跑到马路边上了一辆出租车 不因为总算甩掉了死神 但没想到死神镰刀却从车顶插了下来 他有幸躲过一劫立马下车 却当即被另一辆车撞到只剩半口气 这次的人生光剩下逃命了 三个死神出现 俯视着男主 最后再次取了他的性命 接着男主的人生又被重启 这次他成了个隐君子 由于家里的音乐放得太大声 楼上的邻居小美 气冲冲的找上门来 警告他小知识 然后小美就继续回去 和自己的男友保电话周了 可这次轮到男主敲门闯了进来 他向小美诉说了 两人一世之的种种经历 正常人听到一个隐君子 说这种胡话能信吗 小美显然不是个正常人 他居然就这么想了起来 此时墙上的挂钟已经停止 此时美开始破门而入 两人急忙从冲户逃了出去 但依然被性干节堵在了小巷里 就在男主被性干节 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之时 小美趁性干节不备 背后捅到救下了男主 两人接着逃啊逃 逃上了地铁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但不久 那个全城都在指导男主的NPC大叔 又冒出来指点江山了 他告诉男主 其实咱俩都是永生的死神 死神们通过吸食人的恐惧 来补充能量 这样讲可能太抽象了 我给你示范一下哈 说着 大叔就去一个乘客面前献出原形 让对方惊恐乱犯 而大叔则不断地吸食神科的恐惧 最终乘客吓得仓皇而逃 这么一顿操作过后 大叔脸上的伤口也全部消失 真立马变得精神百倍 掩饰完后 大叔接着向男主科普 现如今 其他死神们已经越来越贪婪 他们发现 人惨死前的痛苦和恐惧 吸食起来才是最爽的 于是他们就开始杀人 死神们也从原来的寄生者 变成了屠杀者 而之所以追杀男主 是因为男主不仅背叛了死神组织 还杀死了一名同伴 死神死神 拥有的可是不死之身啊 没有人知道男主是怎么办到的 为了逢止他再杀同伴 大家只能合力 让他每天都过着不同的人生 只要男主整天蒙着逃命 这样就想不起来过去 只是死神们没算到 还有大叔这个反叛者 跳出来给男主打一结果 大叔再次强调要保护好小美 她是男主唯一扭转命运的机会 这时 大叔感应到了其他死神们的靠近 于是立马就消失了 男主赶紧带着小美下了车 却被性感解打了个阵兆 性感解故意让小美产生恐惧 去激发男主体内对恐惧的原始欲望 男主受本能驱使 难以自控的想要去伤害小美 最终男主为了阻止自己 选择跳入铁轨被地铁撞死 当然他是死不了的 只不过在重启下人生而已 这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身处医院被五发大绑 他拼命挣扎大喊着救命 然而获得小美看到的 却只是一个如植物人般的男主而已 性感解出来告诉男主 既然不断重申 依然缝不住你的记忆 不如我们换个玩法 索性帮你彻底恢复记忆 然后不断折磨你 直到你说出杀死同伴的方法为止 于是接下来 死神们就对男主 进行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 并始终把他禁锢着 让他不断地死去又活来 然而 他们依然没能从男主嘴里 敲出想要的答案 但性感解也同时发现 每次男主复活后 小美都会出现 他怀疑 男主会下意识地 把小美拉进自己的人生里 那么如果杀掉小美 又会发生什么呢 性感解决定去试一试 当男主陷入将军 无法破局之时 大叔这个NPC 就又会出来推动情节 他看起来已经十分苍老 他告诉男主 你之所以拥有超越同类的力量 就是因为小美 是爱情的力量 赋予了你无穷的能力 让你摆脱了本能 我也曾遇到过今生之爱 他改变了我 可是我却没能保护好他 让他惨死在死神刀下 这也是大叔叛变的原因了 故事发展到这 不明有点俗套啊 而且大叔真的太不会抓重点 明明一段话非要分四次说 还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讲 是为了增加出场机会吗 反正大叔也就一工巨人 他牺牲了自己 让男主获得能量 治愈了身上所有的伤 男主瞬间恢复到满血状态 然后开始去反杀了 只是这面相 看起来真的像个干尸似的 丑暴了 好在战斗里刚刚的 其他死神根本不是他对手 全都被男主像切萝卜似的 轻松干掉 但性感解已经先一步控制了小美 想用小美来威胁男主 可男主是那种能被威胁的人吗 当然不是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 把小美连同性感解一起给捅死了 真是神一样的操作啊 当然这是因为大叔说过 小美除了能赋予他杀死死神的力量外 还能让他拥有获取生命的力量 所以他相信自己能复活小美 果真男主又带着小美 回到了曲棍球比赛现场 这次男主也成功赢得了比赛 也得亏男主考虑事情不太严谨 要换了我 我可能会担心赋予我力量的小美死了后 自己会不会失去力量 那到时候又拿什么来复活小美 反正结局了嘛 总要给个圆满 这次男主作为隐藏在人群中的王者 也化身成了正义使者 肩负起了除暴安良的责任 故事也就结束了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年撒狗粮的毛 喵 喵